故事发生在宋朝贤城年间,李扬县有一个名叫周安树生。周安不但才华横溢,而且长得眉目清秀。是李扬县出了名的七年才俊。到了贤城二年,朝廷张榜取世,周安也背负行囊前往京城参加科考。 那时的黎阳县也就是目前的贺币市郡县。从黎阳县到汴梁城差不多三百多里。不行的话七八天的光景便能到。 从贺币到开封需要横渡黄河,当时正值下丘之交。黄河水暴涨,所有的船只无法渡河。周安便只好在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站住了下来。 在黄河边上有一个蒋家寨的小村子,村里几百户人家大多姓蒋。 那日周安出到黄河边,苦苦等渡船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又下起了暴雨。 就在周安着急忙慌的时候,一个年轻妇人将她带回家中避雨。 那妇人自称名叫张佩娘,是外地嫁到这里的媳妇。 她看到周安是展考的书生。 不忍见其淋雨,故而将她请到家中避雨。 周安见张佩娘长得十分美貌,心中已经有了几分欢喜。 当她得知张佩娘如今一人在家守寡,心中不由地打起小算盘。 倘若能够将这小娘子勾到手,也算是美式一桩。 因为雨势越来越大,周安当天夜里便在张佩娘家住了下来。 当时虽然是夏末,但是天气还是相当炎热。 周安夜里到院中撒尿的时候,见张佩娘的房门是虚掩着的, 于是壮着胆子走了进去。 当时张佩娘务房靠窗的木床上躺着。 屋内亮着一盏油灯,透过围杖看去。 张佩娘凹凸有致的身材竟显无异。 张佩娘睡得很沉,周安靠近的时候, 甚至能听到她轻轻地打酣声。 周安念手那脚,从背后搂住张佩娘, 情不自禁做起了那事。 起初张佩娘以为自己做了春梦, 但是随着周安动作幅度越来越大。 最后张佩娘清醒过来。 张佩娘看到自己好心收留书生。 书生竟趁夜强占自己,当时便恼怒不已。 大声呵斥道, 我好心留宿你,没想到你竟胆当妄为。 此时周安正在信头上, 她哪里顾得上这些? 周安一边更加卖力展现自己的本领, 一边说道,如此良辰美景。 你我在此相遇,岂不是天赐的缘分? 张佩娘说道, 我且问你, 今日你对我做下此事, 我们两人这算是什么? 你是准备和我做露水夫妻, 还是做长久夫妻? 周安当时只为糊弄张佩娘, 于是说道, 我对娘子一片真心。 当然是要与娘子白头偕老, 正好我尚未婚配。 等我科举返乡之时, 带着你回家面见父母, 到时将你明媚正娶, 让你从此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张佩娘认真地盯着周安问道, 你的意思是你要娶我为妻? 周安坚定地说道, 那是当然, 倘若我不是抱着结婚的目的, 那我现在的行径和禽兽又有什么区别? 张佩娘再次问道, 你不后悔, 周安信誓旦旦地说道,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我周安可以对天发誓, 倘若我有为誓言, 天打五雷轰。 张佩娘这才吃了一颗定心丸, 两人竭尽己能, 痛痛快快弄了一场, 两人从二更一直折腾到四更, 方才筋疲力竭停了下来, 周安腹中有些饥饿, 张佩娘起来给她弄了一些饭菜, 又找出一壶陈年老酒。 周安吃罢喝罢之后, 感觉精力大增, 两人又弄了一伙, 才各自昏昏睡去。 大宇一连下了三日, 在这三日里周安一直住在张佩娘家中, 等到了第四日的时候, 大宇终于停歇, 而且黄河的水位也下降了许多。 周安趁此机会连忙渡河赶考, 张佩娘送她登船的时候, 忍不住撒泪挥别。 到了科考之时, 周安突然脑袋空空, 最后交了一个白卷上去, 她自然也没能考中。 周家是离阳县的大户, 周安自然不会娶一个寡妇过门。 她对张佩娘说的那些话, 不过是骗人的话罢了。 所以周安也不准备旅行诺言, 为了能够躲过张佩娘。 她返程的时候, 特意从下游几十里的地方才渡河, 然后雇了一辆马车匆匆回到家中。 等周安回到家之后, 周安的父亲周大寿面臣似水。 那周大寿说道, 我昨夜做了一个梦, 梦见先祖来跟我报喜。 说你考上同名的状元, 正在我欣喜之时。 那城隍突然走了过来, 将那状元的牌匾夺走说道, 周安做了有损应得之事。 今世永不录用, 荆轲状换成善人之子彭福。 周安听罢之后打惊, 因为今年的荆轲状元正是彭福。 此时他冷汗直冒, 嘴里支支吾吾说道, 不过是长梦罢了, 父亲何必当真? 周大寿长叹一声说道, 大老, 或许我们周家没有这当官的命吧。 只要你不胡作非为, 咱们周家这些产业。 也供你吃一辈子的了不久之后, 周安娶了铜线卢园外的女儿 卢玉梅为妻, 但是在举行婚礼之时, 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人并非旁人, 正是张佩娘。 张佩娘指着周安声泪俱下控诉道, 当初在床榻之上你是如何对天发誓的? 你现在进这般对我, 你就不怕遭天谴吗? 原来, 自从周安走后, 张佩娘每日在黄河边苦等, 但是等了一个多月也不见周安回来。 此时赶考的书生们都已经各自返乡, 张佩娘当时听周安说自己是黎阳县人, 于是张佩娘便收拾行囊到黎阳县找她。 黎阳县百姓都知道周安的名气, 张佩娘很容易便找到了周家。 当她得知周安要娶娇妻, 于是便到婚礼上大闹。 周安来了个翻脸不认人, 她指着张佩娘说道, 你哪里来得泼妇? 本少爷就是逛青楼也不会选你这样货色的, 你竟然来过来攀上我。 接着, 周安让奴仆将张佩娘乱打一通轰了出去,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 婚礼照常举行。 但是就在周安准备搂着娇妻步入洞房的时候, 周安突然惨叫一声倒在地上, 众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只见周安的肚子开始膨胀起来,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等众人再去看时, 那肚子突然爆炸, 从里面爬出无数条毒虫来。 在场的人吓得惊魂千里, 四散而逃, 那些走得慢得被毒虫咬伤, 眨眼功夫便觉气身亡。 这时有年迈的长者说道, 这毒虫乃是古毒所致, 倘若不尽快除掉。 到时互换无穷, 当时毒虫已经爬满了周家的各个角落。 为了防止蛊毒再次祸害众人, 只好一把火将周家烧掉。 周家祖上几代人积累的家业, 就此化成灰烬。 后来人们在黎阳县的一口库井里 发现了张沛娘的尸体。 原来张沛娘祖籍湖南, 自幼习德下谷之树。 周安那夜喝的酒里面, 其实就有张沛娘下的勤谷。 周安违背诺言, 最后被谷吞噬。 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实在是罪有应得。 后来经老人们讲述, 百姓们才对谷有了更深的理解。 所谓谷者, 上虫下面, 意思就是在盒子里面养虫子。 下谷之人会在每年的五月初五 阴气最重的这天, 挑选若干种毒虫, 将它们放到一个盒子中 任其自相残杀。 等到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剩下的那只毒虫便是百毒之王。 倘若想制成前谷, 下谷之人会用自己的精血 喂养这只毒虫。 再过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将这只毒虫被干盐成粉末, 放到各种食物当中, 就可以达到下谷的目的。 不是被谷主控制, 被下谷的人成为宿主。 倘若周安和张佩娘一直在一起, 就能够平安无事。 但是周安薄清寡义, 将张佩娘乱棍赶走。 张佩娘心生决念跳紧自杀, 谷虫失去了主人的控制, 在宿主体内疯狂繁衍, 不断啃食宿主, 最后周安因此暴毙而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